女孩艾米只是睁着惊恐的眼睛发呆 对后面小伙伴的嬉闹声冲耳不闻 她之所以变成这样 是因为家里发生的一期惨剧 几天前的晚上 艾米的父亲老罗被一个噩梦惊醒 她睁开眼睛看了下时间凌晨2点06分 翻身发现妻子阿莲没在床上 她起身寻找阿莲 发现卫生间里烛光摇曳 老罗以为妻子在泡澡 推开玻璃门 却发现老婆已经割腕自杀 悲痛的老罗抱着妻子大哭 没有注意到艾米也出现在了门口 眼前这可怕的一幕 深深刺激到了艾米幼小的心灵 此后 她就变成了视频开头的样子 老罗的朋友阿晴是个心理医生 她告诉老罗 艾米心灵受到重疮 需要慢慢恢复 为了让艾米尽快好起来 老罗离开了这个充满回忆的地方 带女儿来到了安静的乡下 准备开始新的生活 殊不知 更加诡异的事情接连发生 老罗打开行李 翻出自己的耳机 她写书的时候喜欢听着音乐 艾米自己跑到树林里玩 没走多远 就看到一个神秘的山洞 此时的老罗正在奋笔疾书 而艾米不知道看见了什么 惊恐地扔掉了自己的洋娃娃 晚上 老罗发现 艾米总要抱着才能睡的洋娃娃不见了 艾米说 是因为她交了一个新朋友名叫查理 而查理不喜欢洋娃娃 老罗以为小孩子只是幻想 就问女儿 那查理现在在这间房子里吗 艾米就回答 在 不过她可能是睡着了 老罗打电话给阿晴说这件事 阿晴则表示 受过创伤的儿童 幻想出朋友的现象很普遍 多陪伴她就会缓解 挂掉电话后 老罗出门倒垃圾 却在垃圾桶 发现了女儿的洋娃娃 不过洋娃娃的脸 被暴力地扎烂了 老罗以为是女儿干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 晚上 老罗又开始做噩梦 不过这次梦到的画面多了一些 惊醒后的 他发现时间又是凌晨2点06分 卫生间传来滴水声 他过去查看 发现玉帘里面灼光摇曳 拉开后看到浴缸布置的 和妻子自杀的场景一样 墙上还写着 你让他死的 老罗回头发现 艾米站在了门口 他问女儿 为什么要这样做 艾米却说 这不是他做的 是查理做的 为了让女儿尽快恢复 第二天 老罗请来邻居的单身妈妈阿丽 想让他的女儿陪艾米玩 在楼上 艾米却警告女孩 留在这里会受到伤害 同时把人家的洋娃娃也给扎烂了 女孩被吓得直接跑了出去 晚上 老罗想给艾米的卧室 开窗透透气 却发现 窗户卡住了 怎么都打不开 女儿说 没关系 可以明天休 老罗下楼准备烧水喝 打开煤气后 往书房走去 他刚走进书房 就听到楼上传来一阵噪声 同时水壶在外面鸣叫起来 疑惑的他 出去关掉了煤气 想不通 为什么水刚放上去就烧开了 接着 他上楼查看女儿在干什么 你干什么呢 亲爱的 什么有趣 是Charlie在这里 他刚才离开 他去哪里 明明已经卡死的窗户 现在居然完全敞开 好